小心 你们在干什么 紫正 小北辰 你发什么疯啊 告诉我 他是谁 紫正是我的朋友 朋友 偷偷光天坏日拢着你啊 怪不他早明将摆出一副警告的样子 还说什么不畏感情 知不知道就你爹是吗 你这个虚伪的女人 小北辰 你胡说什么呀 我喜欢谁交什么朋友 为什么要跟你交代 小北辰 你放开我 你们一爱一个女人算什么大人 有本事瞅我来啊 三哥 知道你今天碰了谁的女人吗 反正不是你的女人 小北辰 小北辰 我看啊 就得是杭景这样的 温文尔雅 知书达理的 杭景要是能做我的儿媳妇啊 那可是咱们萧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七爷 你又胡说什么呢 我胡说什么了 杭景的爹跟你爹是败靶子兄弟 而且你爹把杭景当成女儿一样看待 这是亲上加亲有什么不好 你看看你又在那儿自说自话了吧 那这事我爹能同意吗 七爷 这大清早的 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我没有开玩笑啊 你们几个 这事我可真没开玩笑 你和你三哥的事 我跟你萧伯伯已经说过了 他说 改天呀 也问问你爹 什么呀 你们到底把放弃姐姐 置于何地啊 我告诉你们啊 这事我说不会同意的 你不同意 这事 你说了真不算 你 七爷 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之前 不是你说的吗 你三哥现在 比以前成熟稳重多了 我是这么说过 只不过 我一直都把三哥 当成自己的亲哥哥 把大家都当成我的亲人 七爷 我很感激你们这么多年的照顾 但我现在只想等我爹回来 旁的事情 我应该不考虑 可是 我吃完了 我先走了 我说什么来着 乱点医院要谱 这下尴尬了吧 别喝了三哥 喝 跟我回去吧 三少 三少 这人到底是谁啊 连你的酒都敢拦 是不是 林行警 林大小姐吗 林行警 就是那个接住在萧府的林姑娘 这人 长得也不怎么样嘛 好 我 林小姐 想给你喝一杯 来 人家林小姐 三哥 三哥 小心 三哥 怎么都看上你们这些个 凡夫俗子啊 榆林第一大才女 现如今啊 能堪称整个北京 被清玉节 怎么害你 亲手 都安静点 散了 走 走走走 大事的 小小小小 小小小小小 小小小小 李航警 我告诉你 我肖北辰在整个北京 想得到什么东西 还真就没有得不到的 我不是一件热人摆布的东西 我有权做自己的选择 谁也勉强不了 勉强不了是吗 放开我 我等你 都在 也就是 一干 我 勉强不了 他 都没 天 不见重重回廊 不论礼数规矩 这暮春四月的山中啊 花束勃然开放 角冬一池闭塞 叫人心生欢喜 金戈铁马 离家多年 这一场保家卫国的夙愿 终于一锦还乡 哪里来的男子如此唐突 哪里来的姑娘 秋波盈盈 您虽翩翩若先 说话却毫不讲理 这位军爷 是你坐下的马儿擦肩而过 掀起了我的裙脚 你却反倒怪起我的不是 我的马儿带起了你的裙脚 你的裙脚染满了春色 乱在我的心弦 山路难寻 不如你也坐上我的马儿 我许你一生一世 相伴如初 叶欣 你身份娇尽 又怎能戏弄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 许下这无妄的诺言 你轻舍的同谋 如同春色 绽放在我的心头 我要你知道 我代言你绝不是朝夕露水之情 我盼与姑娘长相厮守 年年月月 我便伴你 月月年年 月月年年